好 大普帝盼还 而张药房老板的遗孀提了三大要求 来看最新说法 虽然说我先生不信 就是因为土地征收这样子 丧失他的生命 但是我现在有几点 我想说公开跟大家讲一下 虽然说今天判决 判决是我们赢了 但是我们还有在努力的空间 第一点我要讲的是说 土地要归还给我们 然后房子要盖还给我们 向所有的平面媒体道歉 然后县长及行政团队挨家挨户 向受灾户道歉 然后我希望刘县长 你还我先生一条命来 你怎么去逼死我先生 对啊 我现在就想说这些话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目前你看到就来自现场的 张药房老板遗孀提出的三大诉求提供给您 嗯 好